猎王记下第一章 雅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有一天,雅哈谢在撒玛利亚从楼上的窗户掉下来 他就病了 于是他拆派使者对他们说 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 我这个病到底能否复原? 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动身上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 对他们说 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 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 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 因为你必定死 于是以利亚去了 众使者回到雅哈谢那里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他们对王说 有一个人上来迎着我们 又对我们说 去吧 回到那拆派你们的王那里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派人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 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因此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 因为你必定死 王对他们说 那上来迎着你们 又对你们说这番话的是个怎样的人? 他们对王说 那人穿着毛皮衣 腰间束上皮带 王说 这人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于是王拆派一个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手下到以利亚那里 那位五十夫长就上到以利亚那里去 他看见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 就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下来 以利亚回答五十夫长说 如果我是神人 愿火从天降下 把你和你的五十名手下吞灭 于是有火从天降下 吞灭了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王再次派一个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手下到以利亚那里去 那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王这样吩咐 你赶快下来 以利亚回答他们说 如果我是神人 愿火从天降下 把你和你的五十名手下吞灭 于是神的火从天降下 吞灭了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王又派出第三名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那五十夫长来到 就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 恳求他 对他说 神人啊 愿我的性命和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 在你眼中看为宝贵 看啊 曾经有火从天降下 吞灭了先前两个五十夫长和他们各五十名手下 现在 愿我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 你和他下去吧 不要怕他 于是 以利亚起来 和他下山到王那里去了 以利亚对亚哈谢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拆派使者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部 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 因此 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 因为你必定死 亚哈谢果然死了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宣告的话 因为他没有儿子 他的弟弟约兰就接续他做王 那时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迹 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